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来一起分享大数据分析与客户销售分析 我今天因为我们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 所以我想介绍主题式的介绍 那我手头上并没有心理资料 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 那我手上有的健康资料又不适合就是把它录成电脑的课程 但是其实我们的大数据分析的理念或者是概念是相通的 我现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从比如说认识每一个功能的方式来介绍起 我就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客户销售分析 我希望说您能够听懂这个主题之后 应用到的是什么什么心理 只要当你今天你拿到这些资料 其实是可以做这些资料分析 好的 那我就从客户销售分析来跟各位谈起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不过留下我的LINE WeChat 那我的范例讲义都会放在这边 除了这边还有YouTube 你加搜寻 我的名字 还有大数据分析与客户销售分析 都可以找到 那刚刚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 我就不再多做介绍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要上完的内容 大致像是讲这个样子 好 也就是说 在客户里面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哪些客户是我们最优质的客户 哪些客户是对我们公司没有获利的客户 就好像说我们的一个调查的对象 我们要先针对客户来去做分类 做好分类之后呢 透过大数据分析一个很棒的联动性分析 像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属于优质客户 点下去我可以知道说 它在跟我们公司往来的主要产品类别 它买了什么 然后主要的类别 如果说发现了是技术 然后再接下来 我就想要知道说 技术这里面各个纸产品 它的一个销售的情形又是怎么样 直接可以在这个大数据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趋势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跟主管来去沟通讨论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说 它在这一个优质客户里面的一个成长 它是年年都在成长 可是如果说相较于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客户 可以发现这个客户是我们的观察客户 这一类的客户我们要特别去检讨 为什么它对我们公司来说 你看它的一个成长在这几年 有严重的衰退的情形 而且主要是以什么办公用品 这一类 这一个类别 它的一个销售 所导致的一个 就是销售业绩下滑 为主要的关键 那这就是很重要的大数据联动分析 所以我想我希望把这样一个技术呢 来带给你们 让你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有一个资料 我现在的这个资料呢 我用的是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这个资料 所以这点 这件事情是要请各位知道的 那当然 你有了这个资料之后呢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打开Power BI这套软体 那Power BI它目前是在 BI类的软体里面 第一名 那什么叫BI 就是商业智慧 商业智慧 它去做大数据分析 然后希望我们找到 这个里面的一些有价值 有价值的一个现象 然后透过这些现象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决策 这就是目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什么视觉化分析的部分 那当我们打开Power BI 目前是这个BI类第一名 那第二名也赫赫有名 就是Favorite 所以这两套软体各位可能 如果说未来想去做大数据分析 就是第一你手上要先拿到资料 第二你在选择工具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择Power BI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它是免费 另外一套软体 Tabril 就算我们学校 国立阳明大学要去购买 一年一个使用者三万块 好 这个在座你们要使用的话 可能都不是使用教育版 那个费用刚好是一倍 也就是一个使用者就要六万 目前我知道卫生局有在购买 Server版 但是它只有十人 十人使用 所以这点是各位可能要知道 这个Power BI的一个 desktop 第一个画面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 这个画面它叫起始画面 起始画面 这边第一件事情 它就说你一定要有资料 你才能进行大数据分析 那这中间它会希望我们登入 登入才能共同协同作业 好 它当然希望说我们来去登入 好 那问题是我说 它是一个免费软体 所以就算不登入也可以使用 再来这边 它有新增功能 有论坛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的教学 这边都有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有空再看一下 这个起始画面 我们现在就暂时不看了 我们就把它给关掉 在这个界面部分 其实它不是很困难 它的功能就是档案首页插入 模型化 模型化 简式说明 所以基本上可能比较重要的还是落在首页 以前在 在Word里面它叫常用 没错 它就是你大概知道的常用 也就是这些功能 你都要会使用 这个首页很重要 好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页底下的这每一个功能 如果你都掌握了 那我可以恭喜你 你大概就掌握了 这套软体大概70% 70% 还有操作使用上都没有很大问题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左边 还有报告 还有资料 以及模型 模型就是关联图 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两三张资料表示需要做关联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要透过这个模型 所以这边它分三个主要的工具 那第一个预设一定是停留在报告 报告这个画面 就是要让我们去画图的位置 画图 那接下来它有三大的区块 筛选区 这是它认为的很棒的新功能 新功能 然后视觉效果就是画图的方法 如果您觉得这边画图的方法太少了 它这边有点点点 点点点就是让你可以取得更多的画图 视觉效果 还有各位应该都知道 R R-Aplot 它本身就画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图 所以Power BI可以结合 Power BI可以结合Python 不过如果说你想要去做解定 这套软体没有 没关系 R早就写完了 Python也写完了 所以你就要学会 Power BI结合R 结合Python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机器学习的方法 好 全部都是用Power BI结合R 跟Power BI结合Python 而去完成 所以大数据分析 其实它还可以结合程式设计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栏位 什么叫栏位 一张资料表里面有很多的栏位名称 好 等等我们把资料读入进去之后 我们的栏位就会有内容了 现在是没有看到任何内容 因为我还没做取得资料 好 当然 我在做大数据分析 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资料取得进来 所以你看长用 对不起 它现在改名字了 叫首页 首页的第一个能够执行的功能就是取得资料 我今天准备的资料是商业型资料 可是我相信在座你手上如果有拿到很多年的资料 也许是健康资料 也许是心理资料 好 只要你拿到很多年的资料 都很适合用这套软件来去做资料分析 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重点 我没有这个心理资料 所以我就用商业资料来去做一个举例 好 点选取得资料里面 你看各式各样的资料 可不可以取得CSV或PXT的资料 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取得资料铺的资料 在这边 SQL Server 甚至你还可以取得脸书 GA等等这些资料 那因为我们的资料是ESEL档案 所以点选ESEL 在接下来我就要点选这个超市范例 然后接下来他是不是就要把这个资料堵入进来 我这个资料呢 其中有一个资料表叫做订单 我就先把订单叫入进来 那当我在读入订单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来去思考 思考什么呢 我即将要分析什么 这是一个很壮重的表 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栏位本来是空的 现在因为我把资料堵入进来 栏位这里就有内容了 好 那所以这证明什么事情呢 证明说我们已经成功把资料堵入进来 那资料到底长什么样子 好 我们可以在这边 左边第一个是报告 第二个是资料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资料 你就可以看到资料内容了 它就跟ESEL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大致上知道说 当我们把资料堵入进来之后 就可以在资料里面去看资料 但是看资料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你对于资料越熟悉越了解 当然有助于我们的分析 所以我们今天我要分析的 我的主题就是客户销售分析 各位了不了解 为什么要把客户跟销售 这个客户是人 然后销售是动词 他到底跟我们公司买了什么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 为什么要去分析他的重要性 各位我想应该是可以了解的 好 那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还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要用到我自己的网络 所以我看一下分享 好 我们接下来要来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分析客户嘛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模型 什么模型呢 我现在针对客户的一个模型 我用是RMF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什么叫做RMF模型 因为我的目标 我就是想要针对我的现有的客户来去分析 他所采用的观念 他所采用的观念很重要 就好像说 假设你今天去做一个资料分析 你要分析 例如说犯罪心理学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会先有一个分析的模型 好 我现在要分析的是客户销售分析 所以他在这边 他只讲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针对客户的分类 他说最近一次的一个销售 如果最近还有销售的客户 应该对这家公司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客户 你们认同吗 除了这一点以外 还要有什么 还要消费频率 就是说假设我们公司已经营运了这四年 四年期间 他跟客户跟公司的一个消费的频率 假设十次跟或者是销售两次 那我当然相信消费了十次的客户 应该对这家公司来说 他算是比较优质的客户 再来我认为说 也不是我认为这个就是商业的一个模型 好第三个就是消费的金额 当然金额越高代表什么 代表他跟公司的关系会越好 他应该是对于公司来说属于优质的客户 其实真的 我们要去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跟健康有关 因为讲说我要分析之前 请你先把那个模型提供给我 再来就是资料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谈 把这些观念代入进去 代入到我们的一个客户销售分析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如何做到这件事情